季小君兩歲女 連燒六天 控台東大醫院隨便看看 妳要唱歌 唱母親節的歌嗎 不要 不要 給生病 刮傷 好一點的沒有 眼前可愛的兩歲小女孩玻妞 就是歌手季小君 和調酒師老公孫婷浩的寶貝 小玻妞從母親節前戲就發燒 季小君擔心的帶她 到台東某醫院刮擊症 最後受不了夫妻帶玻妞 衝台北醫治 看完醫生她忍不住在臉書發難 躲化膿的中耳炎 台東某大醫院的醫生檢查 這種病有這麼難嗎 我懷疑的問是中耳炎嗎 竟然回我耳朵沒事啊 隨便看看這樣也能當醫生喔 橫向罵髒話 事件曝光後有網友打氣 也有人炮轟 反正最後一個醫生都是神醫啦 前面的都是用醫 中耳炎是發燒退了之後 伴隨細菌感染發作 剛開始沒有醫生會看得出來啦 唉 不下中藥不開藥 都會被當成隨便看 藉小群回應 我不想傷害那位醫生 覺得誤診是做父母心疼激烈的反應 她道歉之餘也希望醫生 體諒做父母的他們 娛樂棟新聞 希望小玻妞早日康復報導